monitin 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Bong 今天非常興奮 因為我 前幾天在 呃...大家會看到我影片內容嗎? 影片標題 因為我前幾天在 Bia的官網的時候看到 他在 就是抽新品的試用人 然後我就想說 我來試試看 就是新品嘛 然後我那時候沒有 其實沒有看清楚是試用什麼 但是我發現這個應該會蠻多人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去填問卷說我想試用 然後我就抽中了 那這個名字是BBIA自然磁色眉筆 那眉筆它就像液態眉筆一樣 那我先拿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然後我會再拍一個前導片 然後所以我現在就先沒有畫眉毛 然後等一下順便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素眉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拿出來它就像很像一支馬克筆 就是很像一支有點像白板筆 然後呢它的頭是這樣子 一個就是像白板筆一樣就是馬克筆的頭 然後呢它是說它是有點像漂眉的那種感覺 就是之前有一陣子不是很流行Etude House的染眉膠嗎 那那這是藍眉膠 那這就有點像是染眉筆 就是我的認知啊 它就有點像染眉筆 就是你畫了之後會 它會先沾濕的 停在你的皮膚上 然後它說最常可以保持一星期 但是會依每個人的膚質不同 所以它就是有點像染眉膠的意思 可是它是鼻狀的 就也不用撕 可是就是你直接畫就好了 它就算黏在你的皮膚上 你的皮膚也不會因為這樣就不透氣啊 或者是怎樣 然後你就是一筆一筆的畫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顏色 就是它顏色就是這樣 淡淡的咖啡色 然後就是一筆一筆的畫 這種東西真的 這種東西你更不能用塗的喔 你用塗的就會 就會很像海苔 然後眉頭我就一樣就是 它有時候如果你眉頭想要淡一點 你可以用這個筆塗完之後 用四十斤才這樣抹 就是把它抹一下 你的眉頭就會比較自然一點 對 然後我就繼續畫 有點害怕了 好 然後眉頭就是一根一根的畫 所以這邊就 這邊可能要練習一下啊 就是我覺得你就算 敷一根一根的話 你就是先稍微 一根一根稍微點一下之後 等一下再用那個四十斤 塗掉應該也是可以 原來我畫的時候沒辦法講什麼畫 你看如果在下面稍微畫一條線 然後上面就會有那種歐美的那種眉毛 好 然後因為我知道大家多數的人應該都會比較害怕 眉頭很不會畫 所以我就先畫 就是先稍微畫這樣 然後我用這個化妝棉 擦過去看效果怎麼樣 看會不會很自然 好 擦過了眉頭 它擦掉會有點暈開 就有點像水彩碰到水 然後會有點暈開 所以 所以還OK 這個眉頭 大家應該不會害怕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眉毛兩邊的畫好了 然後我覺得 因為它是一筆一筆的畫 所以非常的自然 而且就算我的眉毛很多 我還是就是 達到我想要填補我的那個 眉毛空隙的目的 然後我剛剛發現啊 這支就是 眉頭啊 就是你可以用 就是你稍微畫一下之後 你把它 你把它用棉花瓣 我就用化妝棉 然後你折成這樣小小的 然後這樣去 用 蓋下去 它就會把你的這個 洗起來 你這邊就會變成這種很自然的咖啡色 所以 不會用眉頭的人 我覺得 這方法你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 應該很多人都很害怕 眉頭 就是我不知道 我的眉頭怎麼畫 那樣子的感覺 然後 它 這個會 要等兩個小時之後 再去做 任何會清潔到它的動作 會比較好 因為這樣會讓你的 這個叫什麼 顏色 現在的皮膚上 稍微停留一下 然後 它可能會比較持久一點 所以我現在眉毛會很濃 我就是要這麼濃 我眉毛去上課 好險為我的瀏海 好 然後呢 呃 我晚上的時候 會再做一個 晚上會再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 看看它掉的 掉的那個感覺怎麼樣 所以我就要這樣去上課 我晚上再看 就是我會 等小時候 可能會 擦看看 它會不會就是很容易掉 之類的 OK 掰掰 現在是 22點11 10點11分 然後 呃 已經超過12個小時了 就是這個眉毛 那 呃 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今天就是 早上畫完之後 我有流汗 所以我 就是用那個 濕的那個 就是會擦到它就對了 然後我現在要卸妝 然後 我會避開 就是 就是我會用卸妝精 去卸我的 臉 然後 那個 睫毛膏 可能不知道卸不卸得掉 所以我先大概卸一下 然後 這個我等一下會 避開眉毛 避開我眉毛的地方 然後 嗯 洗臉就會洗到它 就是 但是我不用卸妝的產品去卸它 因為 畢竟就是 想說試試看好了 對 你看 這樣擦過去是沒有掉的 對 所以 它的持久力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吧 基本上型都還是在的 對 就是整個我眉毛型都是在的 嗯 還不錯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它上色的方便性 比較高 那我們就明天再看看我的眉毛會是怎麼樣吧 掰掰 GIA的自然磁色眉筆的第二天的紀錄 對 然後呢 嗯 我先大概說一下我的感覺齁 因為我昨天 我不是錄第一天嗎 就是我 錄第一天的時候 我說我用卸妝的那個筋去卸 然後我覺得你這樣擦拭它 是不會掉 但是我昨天就故意洗臉的時候 就是特別去戳它 因為我會覺得說 嗯 我一定要就是用比較激烈的手法去試用它 才會知道它的效果嘛 然後 Sorry我頭髮好亂喔 然後 是 我發現有眉尾有戳掉一點 但是 這邊的顏色 感覺我還是有畫眉毛的對不對 因為這裡面的顏色好像還是在 然後 我覺得明天會 應該跟今天會差不多啦 所以 嗯 總而言之呢 我覺得 今天的測試 眉頭也還是在有一點點顏色 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 我拉近一點你們看 嗯 因為我的眉毛是黑色的嘛 所以你看到有點咖啡色 就是那個眉筆的顏色 所以 這就是那個眉筆殘留的 儘管就是說 我昨天已經用洗面油去戳它 它還是有這麼多顏色的 就我已經是這樣 真的是很用力 因為我洗臉還蠻用力的 然後包括說 我有上那種乳霜啊 那種油性的保養品 它都還是有在 我覺得 光是這一點就很值得 讚許它了 所以 嗯 這就是今天的狀況 那明天再來做 Z3最後一天的測試 然後再來做一個總結給你們聽 好 那我們 明天的這個時候見 然後如果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都穿這麼少 因為我都是要洗澡錢 趕快來錄這個影片 因為這樣才是最 最 就是 最適合 來說明一下眉毛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見 掰掰 哈囉 今天是 要來記錄 BBIA自然磁色眉筆 第三天的 就是 實拍實測啦 然後呢 今天一樣是沒有化妝 然後我也會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今天大概做了什麼 對 OK 然後呢 一樣可以看到 就是 只要是淡淡的咖啡色的地方 就是那個磁色眉筆的顏色 然後 像我比較在意的這塊缺陷 它還是有一點就是這一塊 熬 這叫什麼缺角 還是有一點點顏色 然後 基本的就是下面這個線 也都還有隱隱隱隱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 第三天 然後我能正常的就是 可以放心的洗臉 然後可以放心的出油 放心的擦汗 放心的就是 就是不在意它的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它的表現是不錯的 然後 因為你看的話 其實這一塊缺角好像 有一點明顯 但是味道整個都白了 你就只要 你就只要鼻蓋 把鼻蓋一打開 然後 把鼻蓋 鼻蓋一打開 然後像你平常在畫眉毛 這樣把它畫上去 又可以吃色 而且我覺得說 嗯 第一點嘛 它的便利性就 使用的便利性就 非常方便嘛 然後再來就是 你不一定要把它想說 一定要就是 一定要想說我 用一次我就可以畫五天 都不要 都不用畫沒有 那是不可能的 沒有一個東西是可以讓你 除非你去用刺青 最漂眉的方式才有可能 沒有一個東西是可以讓你維持那麼久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這個反而可以來替代說 你今天可能會去做游泳啦 或者是戶外的活動 因為通常你這個擦的第一天 它是不太可能會掉的 所以我反而覺得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持久的液態眉筆來使用 我覺得 如果它以這個 如果你是以這個 訴求為出發點去使用它的話 我相信你會覺得它是一個 非常好用 而且 非常 非常好用 而且也是非常 就是CP值非常高的東西 因為你看你上一次 我畫一次 我就可以兩天 三天不用畫眉毛耶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你倒不如把這個訴求追溯於說 你的眉毛比較不容易掉 而且我覺得用這個就很像 加了眉毛羽衣 就是大創的眉毛羽衣的那種感覺 因為是眉尾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我說眉毛濃的人也可以用 就是因為 如果你送染眉膠啊 眉毛濃的人 我沒有 像我就眉毛濃 我就沒有辦法填這塊 這一塊的缺陷 因為我一填下去 我就被我的眉毛蓋住 就是我眉毛就擋到這塊 缺陷 所以可能就沒有 在使用上就沒有那麼簡單 而且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眉毛比較濃的人 可能 像我嘛 就可能需要補的就是這一塊 或者是眼尾 不是眼尾 眉尾 眉尾 眉尾而已 我可能眉頭 就不太需要補 所以我就可以說 我今天需要補哪裡 我就補哪裡 它就不是 一個 規則性那麼強硬的產品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發揮 我覺得光是這一點應該就 應該就是 很扭 就是值得 它很明顯就是要賺大家的錢 你知道嗎 因為它就是濃美人也可以用 然後 你真的眉毛比較少人 你也可以用 但是我覺得 未來我不知道 它會不會出更多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 對我來說就是有點淺 所以 呃 因為它現在是目前還沒有上市嘛 就大家現在還買不到 欸 因為我不知道我這個影片出了之後 還買不買得到欸 可是我覺得 如果它有出更多顏色的話 或許 對我來說 吸引力會更高 對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 都是這麼淺的顏色嘛 像我就是 一盒很綠就是一盒很深 但是如果 我是一個尾巴 這種尾巴就很適合 就剛剛好 非常好的一個顏色 呃 希望 你們會喜歡我這個分享 然後 也謝謝 BBIA就是 抽中我 讓我試用他們的新品 因為我對這個牌子的印象 就是始終就非常的好 而且他們 台灣官網的回復人員 回復速度也非常的快 非常的耐心 所以呢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 大家可以去支持的品牌 對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囉 謝謝你們的收看 那喜歡的話幫我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去我的分享按讚 然後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互動 我也很開心的 那就這樣 掰掰